在短時間內鬆開來 小鷹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鬆開來 所以比較有精的球員 現在會盡量去製造一些身體的擴照 最後選擇外圍出手 電視界刷爆了輕功籃板 這個球硬是拉的下來 wow 這個智傑的眼神是可能 想要失憶要一個 違反運動精神 第一時間志杰還不想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在籃底下抓到的進攻籃板 高度就在那邊了 這個球高國豪硬勢破壞掉 因為他已經沒有防守的位置了 直接是拉著志杰的右手 所以現在要透過IRS可以放 看他是直接 在今年的總冠軍戰 真的兩邊的肢體碰撞 所謂的 physical play 感覺起來越來越多了 技巧才反而就是這樣 對 而且你會遇到後面 越來越激烈 在第三節目前為止 可能是收回了一些分數 原本在進入到第三節是落後20分以上 沒錯 果然 因為我們剛剛就講了 高國豪他並沒有防守的位置 那你既然沒有 因為我們所謂的對球跟隊員 是看你的風阻的意圖 這球高國豪他並沒有起跳 他純粹是用拉的 如果說我有起跳空中碰撞的話 那這是一個一般犯規 但我完全沒有防守的位置 我直接把你拉下來 就表示我一開始就放棄了防守 我就是只是要拉你的手 對 這個就很容易被 吹判一個違反運動精神犯規 對 智傑其實第一次也知道啊 他在地上就用裁判 用眼神跟裁判示意說 這是不是應該會看 好 那現在因為吹了一個U喔 所以會讓林智傑 來進行兩次發球 好 國際節賽上半場 都是只有兩發一中 這次同樣也是兩發一中 70比53 其實這段期間對雙方 都是心理上的一個關卡 他會有很多很多的身體接觸 又會有很多很多的身體接觸 又會有很多很多的身體接觸 這一次的出手 張仁謙在中距離 把握住了